好现在这个视频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选择百度付费广告之前必须要弄明白的一些费用的预算和你将来的广告费的支出 这个呢应该说在所有视频中呢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信息的话百度的营销人员和工作人员是不会告诉你的 那么我们要进行点击付费广告想进行百度的平台进行广告要进行哪些资金的一个预算呢 百度的充值金额最低当然根据不同的时间会有所变化 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呢最低是七千块钱充值 然后呢百度的营销人员基本上是鼓励你能够充值一万啊两万啊这样一个资金的一个 预充值所以呢进行百度的付费竞价排名广告的话和那个进行谷歌其他的一些广告渠道的国外的这个 啊搜索引擎付费广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谷歌呢先绑定你的信用卡 你要选择谷歌的搜索引擎的付费广告PPC那么是欢迎的 直接呢不需要进行预充值所以呢采用谷歌的付费广告呢相应来说风险是很低的 因为它是先广告后付费也就是说根据你实际产生的量点击量多少你消耗了多少 每个月的月底它会给你发一个系统里面的一个账单 然后呢你经过确认再通过你的信用卡呢来进行支付 如果说呢您设置了自动支付那么到了一定的时间百度公司呢自动就从你的信用卡中扣钱 如果你对它这个付费呢有所怀疑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你的这个账户里面的资金的消费 但是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呢要有七千到一万到两万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广告费的一个支出 先付费那么先付费后支出这一种模式的话对于公司和品牌客户来说呢还是有风险的 风险一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这个百度的销售人员他是不会告诉你的 他只跟您说哎呀你要是充值七千块钱我送你一千块钱 或者说如果你充值一万块钱我送你三千块钱非常的积极啊也很鼓励你去多充值 但是请不要忘了他不告诉你的一点 就是说他征送你的比如说征送了你一千块到三千块或者是征送了你五千块钱的这个金额免费的金额 但是到你账户里面之后要进行将来消费的时候呢他可不告诉你哦到后来你再进行消费的时候才会出现的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呦是一个坑嘛也就说征送你的部分不是单独来使用的 比如说他征送了你一千块钱 然后呢你在广告费点击支出的时候呢他是扣了百分之七十是从你的七千块钱里面本金里面扣 然后呢百分之三十是从你征送的部分来进行扣 他为什么按照比例来分摊呢 这样按照比例来分摊我想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也就是他征送你的部分并不是百分百的征送哦 你还明白这个道理吗 征送的部分并不是真的免费征送给你的 因为他按照比例来分摊的哦 所以呢你一千块钱并不是真的按照征送的一千块钱来去实际消费的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是一个坑一定要记住 第二个坑也就是说当你充值了七千块钱你的账户里面的时候呢他在进行点击付费的时候是实际的烧钱鼓励你去进行消费的 但是当你的账户里面七千块钱或者从一万块钱变得只剩下两千块钱的时候打住他有一个最低储备金 虽然说他事先不告诉你但是当用户使用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才会出现在那个问题也就说你只剩下两千块钱了他觉得你的账户里面自己已经快没有了快消耗光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得要说你得要继续充值 继续充值多少呢第二次充值稍微可能会低一点比如说六千七千最低的一个金额 如果说我不充值好账户呢就说开始处于不活跃状态你不可以再消费了也就说你现在呢只剩下一千块钱或者是两千块钱了就不让你再继续进行操作 就发布广告然后把自己的剩下的一千块或两千块给消费完所以他不同阶段呢会推出不同的一个营销的一个策略 我呢所说的这个事情都是我作为这个优化引擎 输出引擎优化专员经常所碰到的一个情况真实的一种情况 所以呢如果用户呢想自己去考虑选择公司来进行品牌的推广做PPC的这种广告的话呢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得要记住这样一个坑如果说你选择代理的时候的话代理也会帮助你去回避和规避这样的一些风险 还有一点的话呢那就是在进行竞价排名这个竞价出费的时候这一点呢也是很有学问的 因为每一次点击啊从原来的一块钱几毛钱到现在的话七八块十来块甚至是二三十块钱一次点击的费用 所以呢百度的点击的广告并不便宜哦甚至还高过谷歌哦 所以呢点击付费呢如果说你出价出低了你说我不能够便宜一点吗我就出个五毛钱一块钱也可以啊 但是你不出现不等于说或者说你出现但是排名很低所以这个时候呢都是要有一定的技巧 那么很多公司在选择百度的点击付费广告之前的话呢他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 他认为投资了七千到一万块钱的一个广告费用真的就百分百的按照七千一万或者甚至还有证数的部分来进行消费 但其实呢里面的水分是很多的哦所以说呢你可不要觉得到百度来进行进家排名广告是一种比较经济的一种广告方式哦 它中间呢会有很多水分的好这是我们这个视频呢给大家所介绍的如果要选择百度进家排名广告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资金的储备 你真的有这样一个心理的预期要进行烧钱进行一个广告费用的支出这个时候的话你才可以承受得起百度的一个PPC的一个广告的成本费用 以及将来有可能带来的一个广告的收益